我国在有足球队员遭到袭击 国家足球队前队长沙菲克拉辛 昨天在开车途中突然遭人砸碎车后镜 还遭到恐吓 这已经是我国一个星期内 针对足球队员的第三起袭击事件 当事人昨天在社交媒体Instagram 讲述自己遇袭的过程 并配上车辆被砸的照片与报案纸 根据报案内容 这起事件发生在昨天晚上10点05分左右 沙菲克当时正从柔佛新山的 达鲁达格进足球队训练中心离开 开车途经斯里格南路时 不料遭到两名共乘摩托车的不明人士靠近 其中一人还用铁锤敲破轿车后镜 沙菲克受到惊吓后赶快停车 然而这两名男子甚至还停在他的轿车前方 并亮出铁锤挑衅恐吓 沙菲克并没有下车与嫌犯纠缠 而是赶紧倒车离开现场 基于人身安全 沙菲克随后在晚上11点左右前往拉庆警局报案 而南兴山警局主任拉乌也证实收到投报 并援引刑事法典第427蓄意破坏条文展开调查 沙菲克离开国家队后 目前效力于南方之武柔佛达鲁达格进足球队 我国一个星期内接二连三发声针对足球队员的暴力事件 令人感到担忧 早前 雪兰儿足球俱乐部球员法医扎哈林 在本月5号前往巴达林哥达白沙罗一家购物商场途中 遭到不明人士颇散硫酸 身体多个部位受伤 目前警方已逮捕 两人住查 无独有偶 灯加楼足球俱乐部球员阿基亚上个星期四 在刮拉灯加楼一所公寓前方 遭两名持线男子抢劫 损失超过4800令吉 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无论如何 警方已强调以上两起案件毫无关联 至于最新一轮的袭击案件则有待警方调查